长期口服低频类的降压药要注意牙龈增生的情况 今天我看了一个50岁中年高血压男性这么个患者 他因为长期口服低频类的降压药 一天吃一片半的两片 时间挺长了 牙龈增生很严重 结果我给他调整了药物使用方案 后期争取平稳降压的同时 这个副作用能减轻 或者说能完全被控制 那么好多朋友说 张大夫你今儿个想提醒我们什么呢 就是想提醒手机前头正在吃低频类降压药的朋友们 尤其是长期吃的量比较大 这个时候要关注这个牙龈有没有增生 因为牙龈增生了 如果不断恶化下去会影响到牙齿健康 过早的这种牙齿的脱落 会影响每个人的健康状况 尤其是营养状况 所以说我们尽量使用降压药的同时 也躲开这些副作用 那么口服敌瓶类的降压药的患者就要注意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 发生的人相对也是少数 大多数人注意 口服敌瓶类的降压药 就是什么什么敌瓶 小本敌瓶 安律敌瓶 菲洛敌瓶等等 有没有牙龈增生 如果牙龈增生比较严重 找到专专业的心理科大夫 高血压大夫去调整降压药 换成其他类型的 控制血压 同时尽量把牙龈增生的 这个恶化的情况 得到控制或者缓解 而不能让它不断的严重下去 而对于那些 没有牙龈增生的情况的 使用敌瓶类加压药的患者 也不用害怕 这一类药 对于中老年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这个敌瓶类加压药 还是好药 平稳降血压的同时 还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怕 只要是你吃敌瓶类加压药 后头注意监测一下 有没有牙龈增生 就可以了 我们有这个 心中有这个数 好多人脑子里有这根弦 好多人他不知道 这句牙龈增生很严重的 他不知道是敌瓶类加压药 带来的 如果吃敌瓶类加压药 注意监测 但是没必要 这个 惊弓之鸟 也没必要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成 大多数人 问题不大 只有少数人出现问题之后 找专业的医生去处理 希望今天的介绍 能帮助大家 大家身边有吃敌瓶类加压药的朋友 可以把这个视频转给他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英大夫 专家 密 Squealing 承佳